好主播29号下午中部各县市出现了午后雷震雨甚至是雷电交加 而在南投民间就有民众拍下 天空中忽然的闪现了一道非常明显的闪电 民众将这段画面PO上网并宣称这道闪电是直批民宅造成了火灾 路过的车辆拍下当时消防车已经抵达了现场 不过这个民宅里面已经有火光串出 而且浓烟也不断的窜身 就算是下着大雨这个火还是相当的大 整个画面都被拍下来 甚至还有刚刚雷击的瞬间也相当的吓人 不过南投消防局也表示 是不是因为打雷造成的还要经过火吊小组来厘清 而另外在彰化 张南路一间的烧烤店 今天下午也是传出被闪电给击中 接着就去冒出浓烟 幸好没有人员伤亡 火势在十多分钟之后就扑灭了 根据现场的工作人员向消防员表示 当时只看见了一个闪电突然打下来 接着疑似店内的厕所就冒火了 相当的吓人 以上主播